刘备攻打一周用了三年 这么长时间曹操和孙权为何坐视不理呢 建安16年211年 刘章听问曹操要率军进去汉中 非常担忧 张松建议刘章邀请刘备入川 让其攻打张鲁 防卫一周 刘章于是派遣法政 孟达领兵4000人迎接刘备 刘备 刘备率领庞统 黄忠 魏严 卓英等将领入川 建安17年212年 刘章将张松处死 刘章下令首官将领之文书 不要再送达刘备 刘备找白水都杨淮 高佩 则被他们对客人无礼 把这两人处战 刘备率领军队直接进驻关头 吞并了杨淮 高佩的部队 继续进军 占领浮城 由此 虽然刘备于公园 211年就入川了 但是 在公园212年 刘备才和刘章爆发了一周之战 对于一周之战来说 于公园214年结束 也及刘备花了三年左右的时间 才击败了刘章 夺取了一周之地 为蜀汉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 在刘备攻打一周的时候 曹操和孙权这两把诸侯都没有进行干涉 那么 问题来了 刘备攻打一周用了三年 这么长时间 曹操和孙权为何坐视不理呢 一 首先 就曹操来说 在赤壁之战后 曹操遇到了后方不稳的情况 对此 在笔者看来 这是因为赤壁之战的失败 让不少反对曹操的势力蠢蠢欲动 为了安抚各地的势力 曹操在赤壁之战后下求贤令 提出布局品行 为财使局的用人方针 目的是尽量把人才收落到自己身边 以此来化解各地的反对势力 比如忠于汉室的力量等 在此基础上 建安16年211年 曹操开始对关中用兵 三月 曹操遣私立校尉中游帅大将夏侯渊 以讨伐汉中至南正 经陕西汉中东 张鲁为明镜兵关中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曹操在公元211年 就击败了马超 韩岁组成的联军 但是 不管是马超还是韩岁 事实上都没有在为难之战中 被以劳永逸的解决 于是 在公元211年后 曹操还需要应对马超 韩岁等人的袭扰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曹操无法干涉 刘备攻去一周的行动 二 建安17年212年 正月 马超同关之战失败不久 就迅速兼并龙上朱骏县龙西 南安 汉阳 永良等 张鲁也遣大将杨昂相助马超 共集结万余人 围攻梁州刺史围康于梁州之所继承 金甘肃甘谷县南 与此相对应的是 就韩岁来说 在公元211年被曹操击败后 逃回到了梁州 从而继续和曹操相抗衡 建安20年215年 夏侯约回汉中 留下言行 韩岁结集枪胡数万兵重工破言行 不久 韩岁便 也即直到公元215年 刘备结束一州之战的时候 韩岁依然可以给曹操制造麻烦 而这 自然牵扯了曹操的精力 促使其无法干涉刘备攻打一州的战役 并且 队伍曹操来月 因为逐剑枪重心放到了征讨森权上 这也导致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刘备 建安18年213年正月 曹操攻打如虚物 孙权以周氏围攻曹操水军 俘获三千余人 曹丁宁王朔千人 在玉之相持一个多月后 孙权成功地劝退了曹操 三 队伍曹操来月 因为内外部的因素 所以只能坐视刘备夺取一州 与此相对应的是 队伍孙权来月 同样没有干涉刘备攻取一州的行动 公元209年 在周瑜去世后 刘备上表奏封孙权代理车骑枪军 同时在笔者看来 周瑜去世后 鲁肃等主和派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上讽 这导致孙权 刘备之间的同盟关系更加紧密 也即在鲁肃看来 可以容忍刘备势力的壮大 因为这样可以分担曹操带来压力 达到孙刘联盟共同抗衡曹操的效果 而刘备早一天顺利攻取一州 江东一方也好向刘备讨要荆州 话而言之 队伍刘备攻取一州 江东十月县其城的 四 最后 建安十六年211年 孙权听从谋臣张红的建议 将至所迁至莫领 四年 修筑石头城 改莫领名为建也经江苏南京 同年 又修筑如虚武以防曹操南清 队伍孙权来月 明白曹操以将重心放到了东县 所以 孙权的当务之急 不适合刘备争夺一城一地 而是防御曹操的进攻 建安十九年214年5月 孙权率于盟 甘宁征讨晚成 鲁获卢江太守珠光 获取人口朔万 自此 孙权控制了江淮南部 对此 在笔者看来 获得江淮南部的疆域之后 可以让孙权在和曹操的绝量中 不知无非常被动 不过 因为曹操一方的实力太强大了 孙权环势不敢掉以轻心 比如到了公元215年 孙权甚至亲自率领十万大军争讨合肥 目的就是清除曹操在江淮一代的实力 当然 非常遗憾的是 在《逍遥经之战》中 孙权被张辽重创 在此基础上 合肥这座城池长期被曹魏占据 无疑让东吾如坐针毡 可谓如芒刺贝 总的来月 刘备攻取一周的时候 虽然耗费了三年的时间 才击败刘张 但是 因为曹操和孙权各有各的事情要忙 也即无暇他顾 这让刘备可以在 莫有外力干涉的背景下 夺取巴蜀之地 以此为守汉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